欢迎收听《一飞独步天下》,我是季云开,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 第22集 端王世子在经中也是数得上数的人物,在宗室年轻一代中地位颇高,就是皇上也不得不说他是一个人物。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却一连两次栽在季云开的手里。 走吧,我送你回府。 端王世子阴不过季云开,当下只能自认倒霉,答应他的条件。 多谢世子爷。 季云开见好就收,立刻放开端王世子。 端王世子冷冷道。 我一点也不想让你谢我。 一天之内,害得他两次变脸,季云开还真是他的可行。 打他懂士气,他变脸的次数屈指可数。 季云开走了两步,看到躺在地上装死的粗汉,顿下脚步。 既然世子爷不想我客气,那就再麻烦世子爷帮我把这个人送到衙门。 至于罪名嘛,就是诱拐梁家妇女。 梁家? 你吗? 端王世子从上到下打量着季云开,似笑飞笑。 世子爷敢说季家不是梁家吗? 季云开把气球踢给了端王世子。 端王世子已经被季云开折腾得没了脾气,点头道。 你说是就是,来人,把这人送去衙门。 是。 侍卫虽不解他们家世子这是怎么了,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命令,把粗汉拖走了。 上车。 端王世子虽然不满季云开的威胁,但该有的风度还是有的,上马车时扶了季云开一把。 谢谢世子爷。 季云开依旧道谢,这一次明显更真诚。 端王世子不屑地哼了一声,视线落在两人交叠的手上,突然想起来他好像弄伤了季云开的手。 女人真是麻烦。 端王世子暗自嘀咕了一声,在季云开上车后扭头对身后的人道。 去。 买瓶烈酒,再取一些干净的纱布和商药。 是,世子爷。 跟在端王世子身边的小太监跑得飞快,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人影,害得端王世子想要反悔都没办法把人叫回来。 算了算了,就当本世子可怜这个女人吧。 端王世子暗暗道,在皇宫初见的那一幕,季云开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那一刻,季云开眼中的愤怒与悲伤好似能溢出来一般。 就好像所有人都把他抛弃了,而他也把所有人都抛弃了。 那一刻,季云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独自行走在沙漠里的孤狼,四周除了要命的沙尘就只有他自己。 他为了活下去只能不断地战斗,战斗。 所以,他对季云开心软了,放了季云开一马,却害得自己受了惩罚。 罢了,罢了,事情都过去了,多想意无意义了。 端王世子摇了摇头,也跟着上了马车。 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想得开,不然他也绷不住脸上的笑不是。 一上车,就闻到了汗味与血腥味混合着的怪异味道。 端王世子忍不住皱眉,寄云开见状,往角落里缩了缩,同时将衣衫拉紧。 我很抱歉。 一身臭味,你再躲也改变不了。 就像你脸上的黑斑一样,你就是在遮,还是丑得不能见人的。 端王世子一改平日的风度翩翩与温和。 寄云开错愕地看着端王世子,嘴角抽搐。 为什么温和亲切平易近人的端王世子在他面前这么刻薄? 为什么彬彬有礼千和内敛的端王世子在他面前脾气这么大? 他这是容易招惹变态呢? 还是他能让圣人变态呢? 不仅仅是端王世子,就是祭帝师、祭夫人和祭兰在他面前,也与在外人面前截然不同。 端王世子冷哼。 难道本世子说错了吗? 而此时,马车已经前行,很稳,寄云开几乎感觉不到颠簸。 世子也说得对。 寄云开默默地收回眼神,心里已经明白,端王世子恐怕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异程。 没去啊,难怪皇上不肯娶你。 端王世子再次发挥他的毒舌,这一次寄云开十分淡定。 一回生,二回熟,他习惯了。 面对这种露出本性由不知的人,他不接话就是。 果然,端王世子见寄云开没有反应,说了几句就失了兴趣,靠在一旁闭目休息。 寄云开见状也稍稍放松身体,卷在角落里。 他刚合上眼,小太监就追着马车,边跑边到。 狮子爷,你酒喝伤要买来了。 端王世子猛地睁开眼睛,耳根微红,见寄云开也睁开了眼,瞪了他一眼。 看什么看,又不是给你买的。 我知道。 寄云开应了一声,继续闭目。 端王世子暗自恼怒,嘴上却是淡淡的。 停车,拿进来。 马车停下,小太监恭敬地将东西送进来,放下。 狮子爷,您要的酒和商药,还有干净的纱布。 嗯,下去吧。 端王世子高贵而矜持地开口,温和有礼,气度不凡,不见半丝暴躁与刻薄。 寄云开的嘴角抽了抽,不过仍旧没有说话。 马车继续前行,约摸着半可钟后,端王世子高傲地开口。 还愣着干嘛,还不快把伤口清洗一下,不然旁人还以为我打了你。 谢谢。 本着少说少错的原则,寄云开一个字都不敢多说,看了端王世子一眼,就老老实实地打开酒坛,清洗手腕上的伤口。 他身上好几次被刀划伤,还有摔在地上的擦伤,不过那些都没有手腕上的伤严重。 被那粗布大汗和端王世子捏了两次,他手腕上的伤口已经爆开了。 寄云开小心翼翼地拆掉手腕上的红绳,露出猙獰红肿的伤口,还有蹭蹭不齐的缝和线。 你的手怎么回事儿啊? 端王世子一看,顿时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相信。 被人划伤的,你信吗? 寄云开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的,并没有想过取信于端王世子,端王世子却是认真地点头。 信,你这样的女人不会自杀。 虽然那伤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自杀留下来的,但端王世子不信。 季云开这个女人哪里像是会自杀的女人,而且她打架那么厉害,怎么可能连自杀都死不彻底呢? 世子爷果然懂我。 季云开笑道。 是的,她这样的女人是不会自杀的,哪怕全世界都抛弃她,她也不会自杀。 因为,她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 哎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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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